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伊斯蒙德的战争中使用了一种哨声手枪 手枪因此而得名 1544年在伦特战争中 当时的德国骑兵是用单手转轮打火枪向法军射击 手枪第一次被应用于战场 当金属弹壳发明后 一位名叫伊桑艾伦的美国人 设计了多管旋转激发的胡椒盒手枪 随后这种手枪被英国和欧洲大陆大批生产 但是这种手枪重量大 击锤抬起时会影响瞄准 并没有多大的军用价值 1835年 一名名叫科尔特的美国军人 发明了装有敌火撞击与线堂枪管的左轮手枪 这是第一支真正成功 并得到广泛应用的左轮手枪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这种左轮手枪得到广泛应用 并迅速发展 1873年 科尔特11.43毫米 后装饰单动左轮手枪 被美国陆军正式采用 同年 施密斯·维森 研制出新型斯科菲德11.43毫米 左轮手枪 1909年 美国陆军正式采用了 科尔特11.43毫米 重型左轮手枪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这场战争中 诞生了大批经典手枪 较著名的有 它的出现 真正确立了 自动手枪结构原理 1893年 德国制造出第一支 实用的自动手枪 博尔夏特7.63毫米 手枪 后来 德国人鲁格 对该枪又进行了改进 世界文明的鲁格手枪 由此诞生 这种手枪 这种手枪从1908年起 装备德国军队打30年之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英国的维伯利 11.6毫米 左轮手枪 以及美国的 9毫米 左轮手枪 仍在使用 由于左轮手枪 对瞎火弹处理 十分简便 安全可靠 所以 至今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仍有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自动手枪的发展 大步前进 涌现出许多结构新颖 性能优良的自动手枪 科尔特M1911式 ZM1911A1式 11.43毫米手枪 比利时的 伯朗宁9毫米大威力手枪 苏联的 托卡列夫TT33式 7.62毫米手枪 德国的 华尔特7.65毫米手枪 意大利的 博莱塔M1934式 9毫米手枪 奥地利的 施泰尔9毫米手枪 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世界各国也研制出一些新型手枪 差不多都是自动手枪 这些手枪主要有 捷克的 捷克的 M1975式 手枪 法国的 MABPA15式 手枪 德国的 HKP9式 手枪 意大利的 博莱塔M195 1951式 手枪 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 奥地利陆军 意欲寻求一种 新型手枪 以取代 服役多年的 德国 华尔特 P38 自动手枪 他们的第一选择 是著名的 奥地利 施泰尔公司 在七十年代开发的 施泰尔纪毙手枪 但是 试验的结果 并不理想 于是 订单 落到了 格洛克公司手上 格洛克股份 有限公司 位于首都 维也纳附近 是奥地利 著名的 武器制造商 有工程师 格斯通 格洛克 于1963年成立 与不少武器 制造厂商一样 格洛克公司 属于半路出家 其最早从事生产 窗帘拉杆等 民用工具 后来逐渐发展 给奥地利军队 生产机枪弹链 训练用手榴弹 塑料弹夹 以及多功能刀具 和野外工具等 作为一家 没有名气的 年轻的枪械制造公司 这次机会 是十分难得的 它们广泛听取了 奥地利军方人士 北约组织的 高级将领的意见 组织研究人员 将这些意见 整理上一个 清晰的框架要求 作为开发新手枪的 研制起点 并要求外形结构 要全新设计 采用新材料 和新的工业技术制造 1983年 格洛克公司的 新手枪问世 并开始接受 奥地利陆军的 严格的测试 结果令军方十分满意 被奥地利陆军 正式采用 命名为M80 而这支新手枪的 商业名称 就是格洛克时期 格洛克时期手枪 全枪长188毫米 枪管长114毫米 全枪高138毫米 全枪宽30毫米 全枪质量620克 弹匣质量56克 260克石弹匣质 口径9毫米 出速357米每秒 容弹量17发 自动方式 枪管短后座式 闭锁方式 枪管偏移式 发射方式 单发 格洛克时期手枪 格洛克时期手枪 采用的是科尔特 伯朗宁手枪式的 枪管偏移式 开闭锁结构 借助枪管外面的 矩形断面螺纹 与套筒连接 该手枪 使用9毫米 巴拉贝鲁姆手枪弹 有效射程50米 格洛克手枪的 设计原理 并无标新利益之处 即人们耳熟能详的 枪管短后座式 自动原理 以及枪管偏移式 闭锁方式 但该枪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大量采用 聚合物材料 聚合物材料 是指有许多相同的 简单的结构单元 通过构架件 重复连接而成的 高分子量化合物 其具有质量轻 强度高 等诸多突出优点 该枪的套筒座 弹辖体 拖弹板 发射基座 附近黄岛杆 前后瞄准器 扳机 抛壳停顶杆 及发射机作销等 都不同程度地 采用了聚合物材料 其实手枪的质量 降到仅仅620克 聚合物材料 聚合物材料 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 那就是成型容易 生产效率高 一个聚合物套筒座的 住宿成型 只需要不到一分半钟的时间 相比传统机加工 金属套筒座 在加工时间上 就节省了大量成本 但格洛克手枪 由于大量使用 聚合物材料 还差点夭折 1985年1月13日 美国华盛顿邮报 刊登了一篇文章 一名叫杰克安德森的评论家 指控格洛克手枪 可能会逃过机场金属探测仪 和X光的检查 因此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 从而携枪登机 号召大家抵制这种塑料手枪 结果这篇没有得到 事实证明的报道 被美联社 以及其他一些报纸电视转载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格洛克塑料手枪 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甚至美国国会的议员 还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争论 事实上 格洛克系列手枪 采用的聚合物材料 在X光照射下并不透明 而且该枪超过83%的部分 依然为传统的金属材质 比如套筒和枪管 就采用了金属材料 而聚合物套筒座内 也镶嵌有增强型金属导轨 因此格洛克手枪 不可能逃过机场安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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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洛克17式手枪 还配有普通的固定准芯和缺口式罩门 在准芯和缺口罩门上 有大的穿发光点 用于夜间射击 格洛克系列手枪 从诞生至今 衍生型号众多 包括格洛克17 格洛克17C 格洛克17L 格洛克18 格洛克18C 格洛克19 格洛克19C 格洛克26 格洛克34等手枪 均发射 中唯一能连发发射的型号 格洛克18 是在格洛克17的基础上改进而成 其增加了一个单连发转换机构 以实施单发和连发之间的切换 射击时 如果不松开扳机 它能自动发射全部的弹匣内子弹 被称为手枪中的冲锋枪 该枪口径9毫米 枪长223毫米 枪管长114毫米 出速每秒360米 自动方式采用枪管短后座式 避锁方式采用枪管偏移式 全枪重636克 格洛克18型售价较贵 威力较大 因此多提供给特种部队 反恐特警组或其他军事部门 格洛克19是格洛克17的袖针版本 比起格洛克17 格洛克19体积更小 质量更轻 更适合隐蔽协型 格洛克19的厚度 在9毫米口径手枪中 算得上是最薄的 但容弹量仍达15发之多 该枪还可选用格洛克17的弹侠 格洛克26是在格洛克19的基础上 进一步缩小 标准容弹量只有10发 这种尺寸更容易隐蔽携带 它可以说是格洛克手枪系列中 最小巧袖针的型号之一 以至于多数人很难握持其短小的握把 为了保持握持舒适感 不得不在握把底部增加一个辅助握持装置 此外 格洛克26还可以使用格洛克17 格洛克18 格洛克19的大容弹量弹侠 格洛克34是目前发射9毫米 巴拉贝鲁姆弹的格洛克系列手枪的最后一个型号 也是专为射击运动开发的比赛型手枪 该枪基于格洛克17设计 使用格洛克17的弹匣 其在国际实弹射击比赛中表现优异 格洛克手枪从问世至今 以其优异的性能 可靠性及操控性 在世界手枪发展史上 奠定了自己应得的地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